这里面是他们的学校 学校里边有很多小朋友在上课 伊朗的放洋人什么样 他们这边叫游牧族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看他们这边的洋 黑脸洋 脸是黑的 叫得好可爱 这边跟中国一样 你看他这个洋屁股上也边放 你好 你好 这个大叔不懂我们的语言 但是我跟他说你好 他听得懂 看我们阿姨身体多棒 走这么老远 翻了一座山去看游牧族 78岁太厉害了 他年龄79 他身份也78 秒杀了多少年轻人 这边的牧民把小羊圈起来 然后养在这里 就是刚才那个大叔的家 看 这边就是牧民的房子 他们夏天都会住在这种帐篷里 这个羊毛退下来的 就会按公斤去卖 你看这里面是他们的学校 学校里边有很多小朋友在上课 十几个小朋友在这里上课 他里边有小黑板 孩子们就跪在这个石头地上 就上课 真心的希望这边的政府 能给这边的小孩 更好的一些上学学习的条件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 真的是很糟糕 这边有很多小孩 还有小羊 他们都会长得很好